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断了 这没有工具实在是太慢的 其实这种塑层 在野外用的话千万不要直接用 要这样把它拧一下 拧一下它不会轻易断 像我们去山山砍柴都是这样的 用竹子或者树橙都可以用来捆柴 它一定要这样拧一下 这个水好清澈可以直接喝的 三泉水 哇好冰凉 我现在要找一些树枝 还要拧一下 还要拧一下 再拧一下 炸了 把它收拾到 隔煮 炸了 煮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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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掉 煮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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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这个都绑一下 让我碎上去它就散开了 好了 现在这个架子已经搭好了 但是这个如果直接这样碎的话 肯定是不舒服的 所以我要去找一些草来 把上面铺一层 这里有一片这个草 我就摘这种草去铺一下 这样晚上睡会舒服一点 来试一下效果 还可以 还舒服的 因为今天搭这个价子 花费了很多时间 现在天快黑了 所以这么取火的话 现在是没办法取火 而且今天晚上的话 我要饿肚子了 因为没东西吃 将就一晚吧 哇 还好这里好像没什么野兽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天已经完全黑了 所以一个人这里还是有点恐怖的 而且我这个做的这个比较简陋 比较简陋 大山里晚上时机太重了 大山里晚上时机太重了 所以晚上我就在上面睡 所以将就有晚上吧 这个简易的床 还是蛮暖的 就是有点恐怖 有点害怕 感谢观看